同学们好,继续学习租赁,乘租人的会计处理 那上节课我们谈到租赁负债的重新计量 继续看这部分内容 第四个,购买选择权 续租选择权 或终止租赁选择权的评估结果 或实际行使情况发生变化 那这是属于后续的了 不是属于租赁期开始日的事情 后续由于你主观的一些因素做出的改变 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会看到 折线率就不要用原来的了 那不是说在租赁期开始日已经有的事情 租赁期开始日后 发生下列情形的成租人 应采用修订后的折线率 对变动后的租赁付款额进行折线 以重新计量租赁负债 那这个折线率呢 这几种情况是修订后的折线率 不是说最开始的 因为毕竟是后续 由于你自己主观的一些行为 做出的一些改变 不像我们前面谈到的 做足利开始日 未担保余值我们估计多少 后面未担保余值 资产余值的变动 那是不是我们自己主观的变动 说了算的事情 还有像实质固定付款额 那还有像消费者价格指数 你都属于这种情况 那不是我们自己主观的事情 是后面的一些客观情况 发生的改变 我们都用原来的折线率不变 但浮动利率那个单说 我们看第一个 说发生长族人 可控范围内的重大事件或变化 你是长族人可控的 且影响长族人是否合理确定 将行使 去族选择权 或终止宿赁选择权的 一定是可控范围之内的 那我们要改变了宿赁贷战 和使用权资产 那长族人应当对其 是否合理确定 将行使相应选择权进行重新评估 选择权评估结果发生变化 那你就得重新的 再确定租赁租赁贷款额了 说前述选择权的实际行使情况 语言评估结果不一致等 导致租赁变化 那应当根据新的租赁 重新确定租赁贷款额 那这些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必须是可控范围内的事件 那第二是发生 长族人可控范围内的重大事件或变化 且影响长族人是否合理确定 将行使购买选择权的 我们前面一定是可控范围内的重大事件变化 你才可以相应的调 租赁付款额 那从而呢 影响租赁贷债和使用权资产 那长族人应当对其是否合理确定 将行使购买选择权进行重新评估 评估结果发生变化 你要根据新的评估结果 重新确定租赁付款额 可控范围内的可以 如果不可控的不行 说上述两种情形下 长族人在计算变动后的租赁付款额限制时 应当采用剩余租赁期内的 租赁内含利率作为借限率 有剩余的吧 还有多长时间 按照新的收款额来折现 对于出租人来说 你没有办法确定剩余租赁期间 出租赁内含利率 那要采用重估制的 成租人的增加借款率 作为折现率 因为它涉及到有个修订的问题 修订后的折现率重来 重来就说 那你重新确定了出租赁内含利率 或者是重购制 重新确定了成属人增加借款率 作为折现率 一个是可控范围内续租选择权 或终止租赁选择权发生变化 那租赁付款额和租赁期都发生变化了 我们要用修订后的折现率来折现 那这跟前面就不一样了 第二是可控范围内购买选择权发生变化 租赁付款额变化了 一定是可控范围内的 租赁期没变 采用修订后的折现率折现 这也是修订后的折现率 所以这些都属于后续的一些情况发生改变 那我们城库人这边自己做出的一些变化 比如说期限的变化 选择权的一些 购买选择权的一些变化 一定是可控范围内之内的 你要再确定了新的租赁付款额 那我们当然折现率跟着改 我们看一个例题 城库人甲公司租入一层办公楼 为期十年 并应有可续租五年的选择权 初始租赁期间十年的租赁付款额 每年是五万 可续租期间五年的租赁付款额 每年是五万五 都在每年的年初支付 在租赁期开始日 甲公司评估后认为 不能合理确定将会行使续租选择权 那你要开始不能行使 我们现在的租赁期呢 确定为十年 这是最开始的 那甲公司无法确定租赁内含利率 其增量借款利率是百分之五 在租赁期开始日 甲公司支付第一年的租赁付款额是五万 并确认租赁负债 因为是每年的年初支付 所以你要确认租赁负债的时候呢 只能是剩九期了 年间在每期年初支付 我们租赁期十年嘛 这样呢 租赁负债数是五万 你第一期单算了 那么在年初剩下有九期吗 剩下的九期 我们就认为都是发生在期末了 第七单算了 所以这样乘以利率百分之五 七处是九期的年级限制系数 那等于355 390 这说我们在第一年的时候 确认的租赁负债 我们知道呢 你确认租赁负债是这个数 355 390 使用权赁负债是它吗 那当然不是了 第一年付款这一部分五万还在加上 那构成使用权资产成本 如果说没有别的 影响使用权资产的成本的一些因素的话 那你第一期付的钱可能要算进去 在第五至第六年 甲公司的业务显著增长 其次于壮大的人员规模 意味着需要扩租办公楼 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成本 甲公司额外签订了一份 为期八年 在同一办公楼内 其他楼层的服务合同 又签了一个 另外一份合同 在第七年年初起步 这是第七年年初开始 那我们分析下这个过程 说将扩张的人员 安置到同一办公楼 其他楼层的决定 那甲公司是可供范围的 因为它可以 我可以说人员在奶矿租 安置到那个地方 这是我可控的 没有问题 说并影响其是否合理确定 将行使现有租资合同下的虚租选择权 原来认为十年就结束了 但是由于我们新的安置一些员工 那在这个办公楼里面 同一办公楼又租了别的楼层 并且呢租赁期 在第七年年初起租八年 那我们最开始的 从第一年开始 续租期五年 如果有的话十五年 那正好呢 都是可以到十五年 你第七年开始 再来八年不就十五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认为 原来 我们签的这个合同 你说最开始 可能不会续租五年 那现在认为就续租五年 是合适的 这样呢 说贾公司重新评估后认为 其合理确定将行使 现有租赁合同下的续租选择权 那把租赁期由十年 将变成十五年了 这是可控范围之内的改变 那当然是贾公司你自己 主观做出的这种改变 那把这个租赁期都给延长了 我们的折限率 那这种情况你当然要修订后的了 不可能是原来的 原来的一些折限率 那就不合适了 这不是属于我们在租赁期开始日 就确定得了的事情 后续的一些变动 并且你主观的改变 在对租赁期的变化进行会计处理前 即基于十年租赁期时 贾公司在第六年年末的租赁负债 那我们看是多少 因为现在你发生改变了 就在第六年年末 要进行调整的 这不又充沽吗 发生变化了 那我们要调整租赁负债 实用权资产 调整之前的 当时是五万 再加五万乘以 利率百分之五 七处三七的 那普通年纪限制气数 你想第六年年末 相当于第七年年初 第七年年初本身的是五万 我们原来的合同认为只是十年吗 所以只剩了八九十 那相当于呢 是第七年年末的一个五万 第八年年末 第九年年末的五万 有这么三期 那是发生在期末 折算到 第七年年初 也就是第六年年末 那本身还有第七年年初的五万 所以最终的租赁负债是这么多 186、160 这是它的计算过程 那接下来在第六年年末 甲公司重新评估后的租赁期十五年 那因此 应将剩余租赁期 七至十五年内的租赁付款额 一共九笔了 纳入租赁负债 因为我们都是站在第六年年底来看的 这是第六年年末 第七年年初 那并采用修订后的折现率进行折现 这是未来的 涉及到苏联期的发生改变 是甲公司可控范围之内的事情 假设呢 甲公司无法确定剩余租赁期内的租赁内含利率 说其第六年末的增量借款利率4.5% 那我们算算 第六年末 按照新的租赁期 我们看怎么算 那当然还涉及到有新的租赁付款额的问题 原来呢 没有谈续租 现在有续租了 续租期间 每一年的租金是5万元 现在我们要算到 第六年年末的限值 怎么来进行计算 那是等于 前十年的 我们剩下的还有第七年 第八年 第九年 第十年 每年都是5万 是11到15 每年年初 每年年初呢 每年年初呢 是55 所以这五万 相当于 第七年年初的五万 然后再把剩下的 就是第八 第九 第十 这五万 都折算到第七年年初 那八九十嘛 不就是 利率4.57% 其中三期的 年纪限制系数 因此这五万 加上这个数 五万乘以 利率4.5% 不是5%了 我们要有修订后的 折现率 折现 其中三期 年纪限制系数 那是 第七 到第十年 每年年初 租赁付款额的限制 就是这一部分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第十一 到第十五 每一年要付的租金 是55.5%了 那55.5%呢 我们是乘以 利率 4.57% 的年纪限制系数 那这个是 折算到什么时候去了 就相当于 第十年的年初 但是我们现在算的 是第六年年末 那你把第十年年初 折算到 第七年年初 第六年年末 这是个复利 所以用它再乘以 利率4.57% 是三期的 复利限制系数 这样来进行计算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那这里啊 说一 就是这第七 那原来的这个数字啊 现在是第七年 这个是第六年 我们说的是这个点上 的事情 第七年年初 这个第七年年初 第八年年初 当时的数字都是五万 每年都是五万 比如这是第十年 年初的数字 年初的数字也是五万 但是我们到十一年 第十一年 再付款额呢 就不是五万了 是五万五千 然后到第十五年 比如这是十五 十四 这都是五万五千 发生的每期期初 那现在啊 就说用 五万 五万五千吧 就说这个数 五万五千 长矣 利率 百分之四点五 七十五七 这个呢 是把 第十一年年初 就从这 到这边 折算到了什么点上 折算到这个点上 这个数 第十年年初 那么相当于这个吗 但我们算的是 第七年年初 你再把它折到这 所以我们还要再乘以一个 这个数吗 叫利率 百分之四点五 七处是三七的 复利限制器数 所以这就说的是这一框 五万五乘以 利率百分之四点五 七处是五七的年级限制器数 然后再乘以一个 利率百分之四点五 七处是三七的 复利限制器数 你这样才把它数算出来 当然了 我们还有一个本身 就是七八九十的 折现的数 所以 三九九 零三零 这叫做 重新计量后的复利复债 那当然我们看 刚才的五万五年金 你要站在第十年年初来看 整个的五个五万五 都是发生在期末的 因为你折的点 是第十年年初 那我们就调背 原来的数字 是186、160 你就得调整到 三九九、零三零 就知道这个过程 这是可控范围之内的 我们再看个例题 成租人甲公司 与出租人乙公司 签订为期五年的 库房租赁合同 每年年末支付固定租金是一万 甲公司拥有在租赁期结束时 以三十万元购买该库房的选择权 所以当时三十万就可以购买了 在租赁期开始 甲公司评估后认为 不能合理确定将行使 该购买选择权 那第三年年末 该库房所在地的房价显著上涨 甲公司预计租赁期结束时 该库房的市价是六十万 甲公司重新评估后认为 能够合理确定将行使 该购买选择权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个什么问题 房价的上涨 这个并不是甲公司可控的 不是自己可控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不能随意的就改变租赁负债 使用权资产的 所以我们看分析的过程 该库房所在地区的房价上涨 属于市场情况发生的变化 它是不在甲公司可控范围内 因此呢 虽然该事项导致 购买选择权的评估结果发生变化了 说我原来可能是不买 现在买了 但甲公司不能在第三年年末 重新计量阻力负债 不要计量不要改 然后呢 如果甲公司在第三年年末 不可撤销的通知一公司 将在第五年末呢 行使购买选择权 那这个呢 已经通知行使了 属于购买选择权 实际行使情况发生变化 那需要在第三年末 按修订后的折线力 对变动后的宿赖付款和折线 重新计量阻力负债 你不可撤销的通知一公司 但是不要说自己想动就动 因为涉及到优惠购买这个事情 毕竟 它还影响到出租人的 你这边是租赖付款和出租人 那边是租赖收款额 所以当你通知了出租人 说我一定买 那人家也可以做出相应的改变 你这边可以改变 否则不行 因为这不是你自己可控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教材的历史一 成熟人甲公司与出租人乙公司 签订了一份办公楼的租赖合同 每年的租赖付款额是五万 于每年年末支付 甲公司无法确定租赖内含利率 其增量借款利率为每年是百分之五 合同约定的不可撤销苏利期间为五年 第五年末甲公司有权选择 以每年五万元续租五年 或者呢以一百万元购买该资产 这是说选择 你到底是哪一个 你在租赖期开始叫订 或者是续租 或者是购买 那我们当时你要决定说 哪个付款额少 就选哪个 这叫实质固定付款额吗 你必须选择期 那甲公司在租赖期开始的时候 评估认为 可以合理确定将行使续租选择权 说我能够行使续租选择权 而不会行使购买选择权 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时把租赖期确定为十年 就续租了 那在租赖期开始 甲公司确认的租赖负债和使用权资产 那这个题目是租金在每年年末支付 属于普通年金了 你第一期不用担算 反正都是发生的每期期末 就是五万 要乘以利率5% 期数是17的普通年金限制期数 那这个数呢 就是等于 38万6千 把这个数就定了 然后下面表 租赖负债年初余额38万6千 我们用的乘以5% 那是属于利息吗 比如确认利息多少 利息费用 19300 付款额每期付的都是五万 那这就五万 苏林付债期末余额 是期出数 加上具体利息 减去实际支付的苏林付款额 386000 加上19300 减去五万 那等于355300 形成第二期的 租赖负债年初数 我们用它乘以5% 那应该等于 17765 同样又是支付了 租赖负款五万 那就是 我们再算 租赖负债期末数 把它减了呗 355300 加上呢 17765 减去五万 等于323065 那形成第三期年初 323065 用它乘以5% 是16 153 这一块呢 我们的教材上 它把数字给改了 改的原因 我猜呢 就说 因为最后一期 要用七出贪欲 成本乘以实际利率 按照我现在这个表里的 我这表里是我们准则讲解上的数据 以及注册会计师教材上的数据 可能感觉是七出数 乘以实际利率差别比较大 然后它就是一点一点改 弯得上凑 但是凑的最后 虽然小了一点 什么都对不上 所以我后来觉得呢 还是不要去改它 正常按照这个算 反正后面挤多少都算 后面算了 你要不然的话呢 就说整个这数的来源 比如说七出贪欲成本 323065 乘以5% 按照我们教材人给的数 就不是16153 变了 然后后面的七末数 说七出加增加减少 又不等于七末 每个数都对不上 让人非常烦 所以还是按照正常算计去 你就是用七出的 反正都挤到最后一期算了 最后一期 反正我们也不用七出的 租赁负债的余额乘以实际利率进行计算 或者合同利率进行计算 那下面 五万 那这样七末数呢 同样 七出的323065 加上计体利息 16153 减去五万 等于289218 都这样来进行计算 那等到 第九七 我们这里有四七 四八四 形成的是属于第十七的 这个数字 七出出 咱们都知道是七出加增加等于七末加减少 那你这样 那你这样 就是七末的余额到第十七结束是零 加上减少数就是五万吗 七末加减少 那减去七出 四七 四八四 那就是我们把本期增加数就算出来了 等于2516 按照这个计算就可以 这样在租赁开值 假公司的账务处理不下 那租赁负债 租赁付款额 一共十七 那每期五万 所以这个数呢 就没有问题 五万 乘以十五十万 租赁负债 算限值 我们已经有了 三八六 零零零 这是第七七出 未确认农资费用 是总数 未来要付本金利息 减去现在的本金部分 本金部分是租赁负债的限值嘛 记住使用权资产了 这样呢 租赁负债未确认农资费用 114000 那我们再看说在第四年 该房产所在地价 显著上涨 假公司预计租赁期结束时 该房产的市价 200万 那假公司在第四年年末 重新评估后认为 说在第四年年末 能够合理确定将 行使上述购买选择权了 我就第五年我就要选择了 而不会行使上述 续租选择权 但是说该房产所在地区的房价上涨 属于市场情况的变化 它呢不在假公司可控范围之内 说因此 虽然该事项导致购买选择权 继续租选择权评估 结果发生变化 说但呢 假公司无需重新计量足利负债 在第四年时候你不要计量 说你除非说 我第四年的时候 我就通知他 我就一定要买 那你单说可以改变 否则不要改变 那下面说在第五年末 假公司实际行使了购买选择权 他不续租了 行使购买选择权 那截至该时点 使用权资产原值是38万6千 累计折旧19万3千 这是怎么形成的 使用权资产要提折旧 那38万6千除以10乘以5 这是已经累计提的折旧 那我们自愈中 行使购买选择权 肯定把使用权资产账面价值得给充掉了 再看支付了第五年租赁付款额之后 租赁付债的账面价值216363 那其中租赁付款额 你后面还有是五年吗 5万乘以5 租赁付款额有那么多 那未确认农资费用呢 就是25万减去216363 216363呢 你看这个表是第五年的 第五年结束时 租赁付债的余额数216363 我是按照这个表 就是跟我们准则的讲解保持一致了 因为数据能有这种真正的勾集关系 对应关系 那我们教材上 因为它是改变了一些数字 数字呢 后面的分路当然就不一样 所以现在 假公司行使购买选择权的会计分路 把使用权资产累计折旧 19300的充了 使用权资产提折旧呢 用的使用权资产累计折旧 把使用权资产的账面价值给充了 就是原值 那租赁负债 租赁付款和充掉25万 未确认融资费用里面 我们刚刚计算还有33637 这是这样来进行计算的吗 也都充掉 然后贷方贷银行送款100万 就是已经行使购买选择权了 最后呢 到挤出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 976637 准则讲解 注册会计师教材 凡刀挤的是这个数 我们的书上的挤的是 按照他的计算方式挤出的一个数 这个其实值得商榷 其实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因为原来的是属于 能够行使驱逐选择权 你现在把它给终止了购买 应该是把使用权资产租赁负债 他们的差跡当其损益 相当于终止 你用银行存款去购买 这个固定资产 那固定资产注赏金额一百万 是比较合适的 他呢好像说 这已经终止了 就没有影响损益 所以最终形成固定资产的 一个注赏价值 考试如果万一有这种题目的话 你就模仿这个书呗 它就是盗挤了固定资产的成本 但实际上来说 你要工作过程中碰到了 最好不要这样 因为毕竟 我们是相当于把原来的 你认为是十年的租赁期的 五年终止 终止时我们是 使用权资产 租赁负债不一致差额 要急当急损 其实那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我刚刚说考试万一有 模仿教材 因为他会按照教材上做答案 第四个问题 使用权资产的后续计量 都会有处置计量后续计量的问题 我们看第一个是计量基础 在租赁期开始日后 承租人应当采用成本模式 对使用权资产进行后续计量 成本减累积折就减去减值准备 并不是属于供应价值模式 这是他的后续计量基础 承租人按照这个准则有关规定 重新计量租赁负债的 那应当相应调整 使用权资产的账面价值 那我们前面也谈过这个问题 你租赁负债变了 特别是租赁负债上升 一定要调整使用权资产账面价值 也要上升 那租赁负债减少 使用权资产也可能减少 不够的在其当期损益 我们看第二个 使用权资产的折就 说承租人应当参照 固定资产有关的折就规定 自租赁期开始日起 对使用权资产集体折就 那按照准则 使用权资产通常应 自苏令期开始的当月集体折就 基本上有点往无形资产那边靠 毕竟呢 用的是一种权利 所以他说当月开始提 不过准则也说 如果当月开始寄提折就有困难的 你可以从下个月开始寄提 提折就 根据它的用途 往成本费用力寄 那跟固定资产提折就 往什么地方寄的原理是一样的 那承租人在确定使用权资产的折就方法是 应当根据 与使用权资产有关经济利益 我们书上呢 是和准则讲解的保持一致没改 用预期实现方式做出决定 但是呢 由于解释公告第10号11号 分别对固定资产折就 无形资产摊销 按照什么定都做了一个解释 都是按照所含经济利益的预期消耗方式 所以呢 那你租赁使用权资产 也应该跟它保持一致 不能实现方式 实现方式又会出现什么问题 如果说今年 生产产品没卖出去 没实现 就不再这提折就了 那肯定不对 应该还是属于消耗方式做出决定 是比较合适的 所以如果考试有呢 也应该是预期消耗方式 说通常 承租人按直线法 对使用权资产及提折就 那正常情况是它 就是直线法 没特别说明 我们也是按照直线法去提议 那当然是其他折就方法 更能反映使用权资产有关经济利益 与其消耗方式 你可以用别的方法 一般都不会设计 那折就的年限怎么选 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 租赁期届满时 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 那应当在租赁资产 胜于使用寿命内计提折就 因为你取得所有权 完全这项资产就是你承租人的 使用寿命多长时间 按照这期间提折就去 说承租人无法合理确定 苏令期建满时 能够取得苏令资产所有权的 应当在苏令期 与苏令资产胜于使用寿命 两者数短的期间内 集体折就 一般的来讲 苏令期往往是短 但是说苏令资产胜于使用寿命 两者数短 毕竟 资产的胜于使用寿命 很可能出租人跟承租人 判断的依据不一样 比如说 那出租人认为十年 承租人认为九年 我们把苏令期定成了 九年半 那我们就按照短的呗 就可能有数短的一数 说如果使用权资产 的胜于使用寿命 短于前两者 则应在使用权资产的 胜于使用寿命内 来具体折就 那要谈到使用寿命短的话 那就使用权资产 胜于使用 那有寿命内 来具体折就 如果涉及 有的一些转租的情况 就可能会涉及 我原来租了五年 比如说当时 跟原来的出租人 那签的是五年的 租资期 资产上和使用 年限比较十年 但是呢 我们可能说 在第三年的时候 转租给别人 那你这一项资产 整个的 使用权资产 剩余使用上不就三年 哪个端 选哪个 所以这样呢 折就年限的选择 苏令期满取得 资产所有权 那这种情况 应当在 剩余使用寿命内 具体折就 说否则呢 按照苏令资产 剩余使用寿命 苏令期和使用权 资产的剩余使用寿命 数短来具体折就 哪个短 按照哪个来具体折就 我们看一个例题 19年6月30日 假公司与乙公司 签订租资产合同 从乙公司租入 一栋办公楼 根据租资产合同的约定 该办公楼 不可撤销的 苏令期五年 苏令期开始日 为19年7月1日 月租金二十五万 于美约末支付 首三个月免付租金 在不可撤销的 租赁期到期后 假公司拥有三年 按市场租金行使的 续租选择权 从19年7月1日起算 该办公楼剩余使用寿命 是三十年 假定在不可撤销的 苏令期结束 对假公司将行使 续租选择权 那不考虑其他因素 假公司对该办公楼 使用权 资产计题折旧的年限 是多长时间 不可撤销的是五年 然后这里面还涉及到 有续租的问题 那续租 假如说在租赁开始日 我们就能够合理确定 会行使 续租选择权 那这个说了 结束之后续租 那租期就是八年 那资产剩余使用年限三十年 那我们肯定就按照八年来 所以就必是正确的 第三 使用权资产的减值 那在租赁期开始日后 常租人应当按照 资产减值准则规定 对他提减值 虽然在资产减值准则里 没谈使用权资产 因为当时那个准则颁布的时候 我们的租赁准则 还没有 是原来的准则 原来准则不谈使用权资产 那现在有了 也只能往他放 因为他是一向长期的 发生减值的时候 借资产减值损失 待使用权资产减值准备 那当然了 肯定也是和可收回金额 进行比较的 同样的使用权资产减值 一经计题 持有期间不让我回转 那也同样不得转回 再有呢 如果说使用权资产已经提过减值了 减值这部分寄到资产减值损失 那你后面 再提折旧时 一定要把那个扣除 不能说提的减值 这一部分再一次的 往成本费用力寄 那不行 这跟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是一样的 提完减值之后 后面再提折旧贪消时 必须要把它剔除掉 这都要清楚 那这节课谈的是租赁 负债的重新计量 就如果涉及到 一些可控的 像租赁期的一些改变 租赁付款额的变动 那我们都会涉及到 重新计量租赁负债的问题 这个利率呢 要选择 是一个修定后的折线率 来进行折线 然后呢 就是关于使用权资产的后续计量 使用权资产后续计量 要提折旧 要提减值 那折旧呢 基本上按照固定资产准则 但是我们提折旧 是当月就要开始计题了 提减值呢 是执行资产减值准则 那这些事情呢 我们要清楚 那这几个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